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TU6新版的不可思议的暴斗套 你可以看到我幸运人啊 在满甲状态下最高能达到19万的暴斗上 稳定的19万 如果这个时候你暴击的话 你可以达到23万的暴斗上 好我们现在来脱甲一下 看一下极限的伤害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脱甲之后呢 满buff状态下46k的幸运人 那么呢总的武器上加仓呢 达到了168.5% 那么呢我现在脱光光之后呢 暴斗上可以达到23万 如果这个时候暴击呢 可以达到27万的暴斗上 那么呢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呢我给你们看一下老版的啊 正式服里面的三件天命防御的暴斗套 这个暴斗套呢 虚然能可以达到32.8k 那么呢到了第一个版本的TU6测试服呢 则降到27.9k 至此啊这一套也再也不能用了啊 但是呢后来呢 预避进行了第二次测试服的更新 改动了天赋啊 还新增了一些天赋啊 所以说新版的暴斗套就这么出来了啦 虽然呢幸运人的白质削弱了15% 但是呢它的天赋加强了 还有很多装备的天赋可以与之搭配 所以说损失并不会很大 其实呢这一套的面具背包背心呢 我有更好的想法 但是呢你们看到的这三样呢 是我开了两天的箱子呢 拿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好的接下来呢 首先讲的是面具 面具的话用的是芬里斯集团的 带两个天赋的哦 一个是新版的震荡 还有一个是重击 然后呢属性的话是金银山寨加生命值 当然呢我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道格拉斯的剧名的面具 这款面具呢特别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是加强版的天赋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暴头上啊 震荡的暴头上增加至25% 还是很不错的对吧 这个新天赋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造成了暴头 只要你有一枪打中了头 就可以增上25% 而且这个天赋呢 是可以仿佛的不断的出发了 就可以稳定增上25% 同时呢你还可以有50%的金银山 还有14000的生命值 接下来呢背包呢 选用的是天面的紧用背包 这个是我开箱子 能开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它不仅有红叉 而且呢它的天赋呢 是火花圣机 其实呢这个火花呢 是非常好触发的 只要你打中油桶啊 或者说打中敌人的弱点啊 这些都可以随便触发的 或者说你带个枪塔也可以啊 这样的话 全程我定增上20% 这个背包呢 刚拿到的时候呢 是一蓝两黄啊 带22000的生命值 技能强度技能加速 我后来呢 把技能加速洗成武器上 这样的话 我还有点技能强度 可以触发一些技能的插件啊 还是不错的 因为天赋呢 已经不可以叠加使用了 所以说啊 面具已经有精英商天赋了 背包再也不需要精英商天赋了 来个升级的话 可以增加生命值 还是挺好的 那么呢 如果我这个背包呢 是重极 而不是升级的话 这样的话 我的面具呢 可以用道格拉斯那一件 因为道格拉斯那一件呢 是不带重极天赋的啊 只有分离师的面具呢 是同时带震荡 还有重极的 那么这样的话 分离师的背心呢 得带个狂症升级 那么呢 问题来了 我太飞了 完了800多个小时 都没有拿到过 暴斗上特别高的 狂战身级的 分离师战斗胸甲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用 以前的分离师的战斗背心啊 天赋并不是很好 不过它的属性呢 有12%的暴斗伤 还有14.5%的武器伤 其实呢 我是有想过啊 既然面具已经是分离师了 那么呢 胸甲来个飞龙仿制 或者说511也可以 因为这两个品牌呢 都是带有两个红叉的 但是呢 这两个是全货的 我怕生命值不够 说白了 我还是很飞 我开箱子开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刷到两红一蓝的啊 带生命值暴斗伤的狂战式的啊 飞龙仿制 或者说511 那么的手套的话 我暂时只能想到 用这个胖巴手套了 基础属性10%的突击步枪伤害 然后因为天赋不能通用 所以说写了一个毁灭上去 加了10%的武器伤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红叉 那么的枪套的话 和以前一样啊 带15%暴斗伤 还有死亡生命值的阿拉里 同时它还有一个红叉 我有好几个这种加6%突击步枪伤害的插件 最后呢 就是全新的啊 新版的阿拉里护系拉 还带了一个新的天赋啊 在炎体内增伤 10%这个要求10亿火的啊 所以说 我这个护系带了一个暴击概率的属性 还有个红叉 好的 我们最后再看一遍总体啊 29K的幸运人啊 满buff 只有46K 生命值15万 然后呢 天赋呢 只是互相独立的啊 不能重叠的 有很多新天赋啊 比如说震荡啊 火花啊 还有炎体内增伤 然后同时呢 还有暴露伤和毁灭 还有狂战士 还有升级 还有重击 所以说实战前来 你会看见啊 抬头显示器下面一大堆天赋啊 全部都触发了 看起来是很爽的 对吧 顺便一点 这是第一个版本的tu6的暴头套 所以说 后面还会持续更新的哦 还会有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的暴头套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硬币收藏 加关注加分享哦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